这次我们补上之前 这个一直没法录的两个东西 这个是这个面 因为一直没有找到料 然后我上次吃了一个那个牛肉的嘛 然后发现这个可以配那个面 虽然不是特别好 但是可以把那个面 也能把那个面解决掉 所以说还有这个羊肉 然后这个羊肉呢 本身它是有这个cassel这个cream的 就是这个腰果酱 然后为了咱们为了多吃点面嘛 我就又拿了这个之前一直没法录 不知道怎么跟它配的这个coconut milk 就是椰奶 这个跟这个的是一个牌子的 应该是可以靠牌子配在一起 这个东西我也试过单盒 单盒非常的这个 这个 非常黑暗的一个东西 简直无法忍受 然后这每100克每100毫升311千焦 这个东西 相对来说比较浓缩 然后这个面没啥好说的了 100克527千焦 所以说拿一个那就够了 这是类似于粗的 这跟乌冬差不多粗细啊 不过不是乌冬那种白色的 然后再介绍一下这个羊肉 这个羊肉呢 是它上面特别注意了 是慢炖的 然后 慢炖的 然后再有香料 酱和咖喱 还有什么 腰果酱 然后健康等级是 3 of 5 然后 它这后边这个标签 把热量挡到了 我看能不能把它撕下来 看到了 热量是每100克939千焦 所以还是不错的啊 炖 特价的话 4块9 正价的话 应该16块5 所以蛮贵 都是等它打折 我再买 生的时候 卖相不太好啊 它撕开个小口 给你看一下啊 大概是这样的 那么我现在去把这几个东西 加热一下 然后 我们过来再看 将将 这个加热好了啊 这个远远的 一开门 就可以闻到浓重的 这个咖喱的香药味 然后 这个这么吃 怕不怕胖啊 因为今天这个热量有点高 然后 不怕 我来这边 现在今天应该是第45天吧 45天我已经成功减重10斤了 就是 因为之前工作之后 工作压力比较大嘛 就过劳肥 毕业4年 毕业应该是五年的话 从体重从70 涨到了将近86 87这样子 然后 现在已经成功降到80以下了 然后我估计我这一年 过去之后 体重能再降回到大学的水平啊 就是 70的这个水平 但是再降降不下去了 大学的时候 就连壁谷我都不能再往下降 所以70应该是我的这个 极限了 那我也希望我这个目标就是 70啊 这一年过完 体重可以重回70 重回大学时代 然后 这个 羊肉 哦 说到那个减肥的话 其实我有最胖的时候是这个 最胖的时候是这个高中 高中的时候 你知道中国人 中国家长的教育 教育方式 造成的啊 然后 可能呢 可能 这个900后的小伙伴不能体验到了 80后那个时候 刚好大家刚吃饱饭 然后 所以 那个时候 真的是 我最胖的时候 应该是在 高二的时候 胖到了 应该快到110公斤嘛 然后 奋发突强 然后高三那年 玩命的减肥 减到了 74吧 110减到了74 然后大学的时候又更瘦了一点 达到最瘦的70 也就是说世界上最可怕的两种人 一种是成功戒严的男人 和一种是成功减肥的女人 我两个都没做到 因为我不抽烟 但是我是一个曾经一次成功减肥的男人 那我现在可能要成为第二次成功减肥的男人了 然后试一下这个 第二次 再试一下这个羊肉 这羊肉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搞开一个给你们看 站上了 站上了 看不到了 咬开吧 咬开不会站上 嗯 中间是 这个感觉啊 就是 我刚才吃那块中间还有点红 这个是完全已经熟了的 这羊肉感觉是什么呢 还吃得到羊骚味竟然 在这边吃羊肉很难吃到羊骚味 然后这个竟然有羊骚味 然后周围又是这个很浓重的这个咖喱汁 感觉像什么呢 感觉就像你去小飞羊吃羊肉 但蘸的不是沙茶酱 蘸的也不是海鲜汁 蘸的也不是调味料 蘸的也不是韭菜花配芝麻酱 蘸的是咖喱 就是这种感觉 你去吃涮羊肉 然后蘸咖喱 就是 就这个感觉啊 非常香 然后这个 汤呢 就是 咖喱的这儿啊 这个羊肉炖的其实挺柴的 然后也不软 我觉得 至少我觉得不软 不知道你们觉得这种情况下 较软还是什么 较不较软 反正我觉得 牙是肯定可以夹的碎的 但是他在吃在那个 吃在嘴里啊 那个肉是有 有感觉有柴的 就是感觉柴柴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的 这个符合中国人 对这个鲜嫩多 是好吃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理解啊 然后把这个面加进来 这个面我是拿热水 热水冲了一下 就把它冲开了 然后试一下这个 哦 对 我上次说吃那个牛肉的时候 我就说还可以 把那个汤沾面包 应该很好吃 对不对 我就当时还特意那天 买了个面包 忘了拿出来 嗯 确实 这个东西不太适合配面 嗯 对啊 昨天 这个视频没说 今天有说 我找到工作了 在大概离悉尼 差不多700公里远的 一个小镇 摘梅子的一个工作 所以 过完本周吧 下周二的话 早晨我就要出发 离开悉尼了 嗯 希望这个工作之后就不再表演吃土了 然后试一下这个面包 对 这个面包介绍一下 这个面包是Wallworth的面包 正价是一块九吧 好像打折的话是九毛五一包 六百五十克 我觉得这是在便宜面包里最好吃的 因为如果你真的买他的白面包 真的没法 就真的很难吃 白面包是最便宜 正价就只有九毛钱 但是味道真的是不行 然后全卖的好吃一点 但是贵 然后这个是最便宜的 就打折之后能买到的最便宜的 有有麦皮成分的面包 但他不能叫做全麦面包 然后你这个全麦面包是个很复杂的事 就推荐一下 你去那个那个B站就可以 你搜醉鹅娘 醉就喝醉了的醉鹅是故事那个鹅 然后娘是娘 然后就醉鹅娘 他里边有有两期视频 是专门讲这个全麦面包的 我觉得看了之后就可以讲的 你搞得很清楚了 然后这个面包试一下 这应该才是这个汁儿的正确使用方式 这应该是这个东西的正确使用方式 不错 哇 这东西可以 配面包实在太大了 然后最后我们就开这个椰子 一定要咬不咬的话 你们看上去视觉效果很好 我看上去会难受死的 因为上面好大一层油 里边就是这样的 你看看着跟椰树椰值长得很像是吧 其实它一点都不甜 然后就是椰子油的味儿 基本就是椰子油的味儿 它是那种不甜的白椰肉 白椰肉捣碎了捣成的这个汁儿 我把它倒在这个里边 应该是比较配的 少倒一点 先试一下 因为很多这个椰子跟羊肉本身也比较配啊 就从这个腰果这儿还多了一个椰子这儿进来 果然它冲淡了咖喱的味道 然后整个湿滑的口感得到了提升啊 但这个东西真的不建议直接饮用 当然如果你很牛逼 也可以 我就很牛逼 第一次试的时候自己喝完整整一罐 那么再试一下配这个面包 这个倒了椰子的 倒了这个椰子奶的感觉更好啊 整体酱汁上更湿润 然后没有了那个纯咖喱那个呛辣的那个感觉 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你看它这个 这个椰子它有写是干嘛用的 它用是做这个 水负的蜡萨 就是这个海鲜蜡萨 就是蜡萨应该是 新加坡菜吧 大概是这个 也就是说 配就调料 应该叫调料 叫食材类的这个鱼的资料 不是直接喝的 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直接喝也没有什么问题 只要你能介绍它的味道 那好那就是这期视频欢迎关注微博搜索 未知小白与我互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